地方政府對核廢料處理的態度是最關鍵 配合家園的目標其實是寫在《環境基本法》裡面 這個目標是不變的 這次公投主要是把法律強制的實現拿掉 並不表示我們2025年就必須是一個要言或確定的時程 這整個問題的處理必須要做多方的考慮 包括說其他電力是不是可以適時到位 更重要 地方政府對核廢料處理的態度是最關鍵 因為核電廠繼續再做下去的話 核廢料會越來越多 核廢料的儲存問題跟地方政府的態度非常相關 所以這整個問題還需要省政府做進一步的評估 跟地方政府的溝通